我们剩下一点时间 然后请各位做个变化题 这个变化题其实就是什么呢 把那个全省邮局地址有没有 转入到那个资料库里面 那里面有25个档 那你25个档怎么样可以逐一个逐一个 把它写到资料 但没有标准答案 你可以用比较快的方法 你可以用isq 这个isq many 或者是其他方法都可以 把它全部写到资料库里面 25个档案 或者甚至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你干脆全部合并再一次写就会 也可以啊 没有 但效率是有差 只是说呢 两者会差多少时间 其实应该绝对不会超过一秒钟吧 所以你怎么写应该都对 OK 所以第一个 如何把这个全省邮局地址 这些全部都转入到资料库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帮我写一个所谓的那个查询的功能 比如说这里面的话呢 他有两个 一个是他要查 查哪一个 比如说他查地址好了 或者是说他要查哪一个 哪一个邮局名称 也许地址跟邮局名称 这两个其实都关键字 对不对 那不过呢 有两个查询 那当然我希望你把它写在同一个文章里面 意思是说 请问 请问你要查询的是邮局名称还是地址名称 对不对 然后呢 也许输入一就是查邮局名称 输入二就是查地址 然后他就输入 输入完之后就帮我把结果给列出来 OK 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一题的话就给各位当成是最后的那个 类型题 然后要交作业 所以剩下还有大概22分钟 应该够吧 然后呢 最早缴交的同学分数最高 OK 好不好 应该会吧 其实就把之前的call过来贴改一改就好了吧 应该懂我意思吗 懂得吧 就是一把全省邮局25个档变成资料库 二做查询系统 我要查两个东西 一个是他是哪一个邮局名称 他是在他的地址是叫什么 然后输入一就是查邮局名称 输入二就是查地址 然后输入完就帮我把资料列出来 这样OK 然后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一样哦 就剩下的时间给各位练习啦 反正这个是平常成绩嘛 你如果越早交 一样我会做排序 你不要丢一个你有bug的东西哦 你就做完了然后就把它传上去 一样在云端上有建一个资料夹有没有 那个云端资料夹就是上05的作业上传 然后我上面已经有加了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的话 那你如果做完之后呢 一样就在上方增加一个你的学号加你的名字 然后把那写好的城市的点py档 帮我丢上去吧 两个档 一个是把选择邮局贿赂的那个城市 其实应该减 就是你可以把之前的东西 如果说你如果之前你有做留下来的话 你就直接拿来call 拿来改应该就快 就是可以把它怎么样 要不就是全部合并完 合并完之后一次 干脆一次写入 写入用exq或exq many都可以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查询 查询就刚刚写的而已 所以其实如果手脚快一点的话 应该很快可以把这个城市给写出来 OK 试一下 已经有同学资料夹都先见好了 当然里面是城市有了 城市里面还空的 反正先一步就对了 那以后我也一样 就是按照你上传档案的次序 给你分数就对了 反正你越早交 然后我看一下城市 OK 没有bug 那就给你个分 因为最后你们会有学期成绩要打 我也满满不知道怎么打 尽量反正就想一些方式 了解刚刚大家的学习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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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